而故事要继续说下去的是TVBS的国际新闻中心团队 在三月的时候 三一强震之后三周 我们到了日本的重灾区 成为台湾第一手带回独家现况的台湾电视媒体 而现在接棒的是资深记者林洪怡 林洪怡这次到了日本 再去了东北的重灾区 而且也回到东京 她发现股神巴菲特的加持 在三个月后力道出现了 她非常看好日本的经济后世 而在日本出现了好多台湾人 逢低开始买进东京的房地产 他们买的从套房公寓到精华店面无一不包 因此在东京的黄金地段 很多房东在海啸之后变成了台湾人 他们预期海啸之后 移入东京的人口会持续增加 而投资报酬率到接告为止 上看的观察最乐观的有10个百分点那么多 尽管专家警告还有发生大地震的疑虑 日本三一强震后 在股神巴菲特的信心喊话下 许多台湾投资客逢低抢进东京的房地产 在日本当企房东 这个报道出来之后 我们真的接到很多的台湾的客户 来自香港的客户 他是问说有没有便宜货 或有没有断头的 那反而是在询问上的电话是蛮多的 有人买公寓也有人买店面 像是这间位在东京大旗车站附近的双店面 房东就是台湾人 经营超商的房客以4020年租约 一个月光是收租就有125万台币的收入 还有这间位在东京闹区 约13坪大小的套房 被改装成办公室出租 房东就是知名作家吴淡如 根据板神强震的经验 日本不动产经济研究所预估 未来两三年 东京的新屋销售量跟二手屋的交易量 将会呈现上升的趋势 1996年板神强震后 因为重建需要 日本房地产热持续长达21个月 这次海啸灾民可能会陆续往关东 或关西地区搬移 东京房产将进入近15年来 最活络的一段时间 TV新闻的宏宜杨玉生 东京采访报道 这次海啸灾民可能会陆续往关西